好 看到接下来卫权龙的比赛之前 先来关心他们的外野手张佑明 今年赛季是打出焕然异形的表现 到现在为止打击率都超过三成 而男主角认为关键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好 今年赛季他在职棒一军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而他也表示他会更加的珍惜 来听听看他的赛季目标 卫权龙外野手张佑明是龙队回归中职的开潮人老之一 2019年选秀会上第15轮加盟 但过去表现并不稳定 常在一二军之间来回 今年是张佑明生涯首度激进开季名单 甚至在开幕战单纲先发的开路先锋 他按耐住亢奋跟紧张的心情 搅出三之一并抛回一分的成绩助队赢球 谈到这季自己的成长 他则归功于休赛季开始的饮食控管 刚好那阵子热身赛刚好 就是有机会打到第一棒的角色 我那时候短期目以后 就是也是以这个开幕战一棒角色去做 准备这样 不管在哪一棒或是有没有下场 都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特性都不太一样 可是我比较希望说 我可以就是帮助到球队之后 可能多看几个球啊什么的 然后虽然自己蛮紧张的这样 但是就是保持冷静这样 训练之后的一些营养的摄取 对我来说我觉得变化性蛮大 有算是有一些好的收获 这季龙队外野人才济济 年轻的有郭天信跟林孝晨 资深的有陈炳杰以及今年新加入的 郑凯文 张又铭强调自己的目标 并不是以不登天成为固定 先发球员 而是称职扮演球队四号外野手 随时支援前线 希望能打出比往年更稳定的表现 最重要就是稳定 就是在大际上稳定 然后我觉得稳定 是因为我平常有做 每天该做的事情 就是一些练习 或者一些训练 就是一直保持住 然后身体要健康 不管有没有先发 或是有先发 就是保持一样的心情和状态 去准备比赛这样 希望可以比前级技巧要更好 能够多一些出赛数去帮助球队这样 上季打击率仅一成八七 张又铭坦言相当不满意 而这季截至四月十六赛前 他出赛九场挥出 旗帜安大 打击率有三成五 不错水准 有着肉眼可见的进步幅度 手背端以两个角落外野为主 不时也能靠拼近上演美肌 张又铭棋盼能给教练团 更稳定的印象 持续占有益局 回来云台采访报道 马上就来看到魏拳龙跟鲍利元 在天母的比赛 而刚刚画面上看到了张又铭 这样比赛表现不尽理想 全场比赛三支领没有安打进仗 也让魏拳龙在前面七局打完 是和鲍利元赞成一比一的平手 好那之后乐天靠着梁家荣的阳春炮 取得一分领先 不过呢 龙队还有拿摩一样敲出这一瓶安打 会是谁笑到最后呢 一起来看看 中华职棒例行赛 魏拳龙在天母主场交手乐田桃园 三战系列赛的第二场比赛 龙队推出假日火球男徐若曦挂帅先发 对决原队仰头为能敌 两军这阵的第一个好球尽头 要看到二局上 卫拳游击手张振宇 面对对方林鸿玉所提出的强劲滚地球 扑接骑胜传向一雷 来得及抓到打者一气呵成 也帮助徐若曦开赛连续解决五名打者 然而后续龙之子控球失准 出现保送又被敲安打 清晨一二雷有人危机 好在随后用刁钻的曲球 三阵掉连红军 徐若曦顺利解围 而阵所有防守带动进攻 二局下龙足打线随即发挥 两位重炮手 咪哩哩撈龙冠跟刘姬红 接连选到保送 接着蒋绍红没有放过 得点圈的打击机会 左外野平飞安打建功 帮助卫拳以1比0领先 三局上乐田尝试反击 陈车薇敲出左半边不好处理的滚地球 靠着脚城顺利上雷 把连续安打场次推进到第十四场 无奈后续徐若曦球威依旧 再赏给梁家荣一张老K 原队还是无红而返 而来到五局上 这回乐天卷土重来 延红军靠保送上类后 短打战术成功 顺利来到得点圈 一分落后的原队 把机会做给陈陈薇 而他也不负众望 打穿右半边防线 顺利突破徐若曦把比分追平 徐若曦在这局投完后退场休息 主投五局用七十四颗球 被敲四肢安打丢一分 有四次三阵 此一无关胜败 另一边乐天先发微能地 实在微能 一共投了七局 也只被敲四肢安打 掉一分 两军就这样一路僵持不下 比赛的转折出现在八局上 就在天空下棋大雨之际 暴力温大线核心人物 上级打击王梁家荣 锁定未纯陈冠维的偏低诉求 轰出一发 已有外野洋春炮 阿英本季守红出炉 同时带给乐天2比1的领先 随后比赛因为雨势过大暂停 不过地主龙队的反扑气势 并没有因此交袭 八局下很快掀起反攻 二零友人时 替不上真的拿磨一样 这战首个大西就立下大功 中卫也落地安打 送回追平分 可惜后续没能串联 两军九局打完 2比2平手 要进入终止本季的第一场延长赛 也是史上首次的脱脱僵局制 而龙队的内野手 被绷紧神经 实局上一出局满垒局面 刘季宏把林鸿宇的三壘滚地球篮下 侧动523的double play 让乐天这局爆弹而归 只是十局下轮到卫拳进攻 一出局一二雷有跑者 拿磨也出现双杀打 双方仍然难分高下 十一局上三壘有跑者的原队 采取强迫取分战术 结果龙队投手林毅达 大秀首套传球 再一次挡下分数 看他满场球迷血脉奔张 无奈十一局下 林孝辰没能把握机会 也是再一次的双杀出局 比赛要进入最后的十二局 幸好这次卫拳没再让球迷失望 成功制造无人出局 蛮累得得分良机 而张正宇敲出左外野的 再见高飞犀生达 帮助龙队最后就以3比2 辛苦抢下比赛胜利 我们来提升台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 第一层棒球 关心谢国陈碑 青少棒四强阶段 卫冕军桃园市交手宜兰线 而卫冕军不愧就是卫冕军 克服了四分的落后 靠着四番重炮林逸廷 单场双安四打点的表现 中场6比5逆转获胜 113年谢国陈碑 全国青少棒锦标赛四强战 卫冕军桃园市交手宜兰线 结果卫冕冠军一局上半 就出现状况 千八投手陈正宏 被对手连敲两次安打 外带一次保送 清晨白磊失分危机 就算桃园市当机立断换投 却没想到抓双杀的机会 二雷手林佑任却出现致命失误 让雷上的林子乐林杰亭当机立断 一口气为球队跑回两分 而且随后同个半局 依旧是五人出局 二三雷有人的大好机会 即便宜兰没有再敲安打 但依旧靠着野手选择 跟高飞先打再进账两分的分数 取得四比零领先 但未免冠军不慌不忙 下个半局欢迎颜色 二三雷有人局面 第四棒林逸廷 一棒扫穿中路地带 距离虽然不算深远 但不管雷上跑者或是打者 矫程跟判断都是一等一 不但一口气跑回两分 自己也是冲上二雷雷包 放逐桃源追到二比四 仅两分差距 就算随后宜兰不甘示弱 你有张良记我有过强踢 一三雷有人一出局 齐齐战术发动双道雷要到分数 将领先扩大回五比二 但是四局下半 未免军再度反击 先是靠着对手宜兰的失误进账分数 接着又是两人在雷局面 又是轮到林逸廷 反方向攻击 位置相当刁钻 陆地形成安打 而且又是一棒轻垒 让未免军追赶了四个半局后 五比五再度将比赛逼回原点 而气势的天平也就此倾斜 在六局下半桃源进攻 陈建宏开局就二话不说 扫除左半边恰暴皮安打 冲上得点权位置 接着靠着队友推进 以及赵承昊左半边三不管地带的 幸运安打桃源市成功抢下 关键朝鲜分 再上终结者胡冠威 七局上半三上三下成功关门 奥远中场六比五逆转宜兰 距离二连霸指针下一步之遥 YT台中文报导